歡迎收看上海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七位香港球壇的新瑞星為他們的足球夢打平 希望透過大中華區選拔能夠衝出亞洲 走向西班牙露營 包括香港在內全國5,000個足球新秀 透過各省各市各地首輪選拔 晉身大中華區總決賽28人名單當中 繼而混集上海進行總選 在錄音場上爭最後四個代表中國的建議 製身全球100人名單 8月到西班牙露營學法 透過這個舞台令這班球壇未來 走向世界級球會達成職業球員的夢想 透過香港選拔脫穎而出的七小福 包括劉嘉銘、劉學銘兩兄弟 還有唐道碧、葉晴峰、許弘峰、李國威和曾子軒 夢想要靠自己爭取機會就再眼前 來到上海進行一系列的較量 包括Smart Test、體能測試 還有5對5、8對8的比拼等等 28人名單變成8人對決 劉學銘和許弘峰成功入圍 進入最終的一對一博翼 和另外六個球員較量 結果去年去過阿士東維拉受訓 效力深水埗的通天老官劉學銘 夢想成真 成為四位大中華區得勝者之一 8月有機會到西班牙露營參加訓練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當然非常好 其實事前都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去到 但是現在有這個機會了 去到西班牙 這個一個全球性的競爭 我知道難度會很高 又沒有特別給自己很高的目標 只是想去到可以發揮到自己應有的水準 之前去過維拉 都知道外國、歐洲那些水平比我們亞洲 其實是很高的 有了這個經驗 自己未來去西班牙都會有一個心理準備 優勢 我想應該是態度 我覺得態度很重要 因為即使你 例如剛才一打你失去就不要緊 你還有時間去追 只要你不放棄 我覺得一定會成功 負責頒獎的中國前國腳 曾經效力萬成的孫繼海 亦都有錦囊送給劉鶴銘 自信一點去多聽多看 甭管多長時間 然後多記錄下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更努力 三位評審當中 包括國務隊前教練劉春明 北京國安隊前教練呂君 以及香港的李子堅教練 當中劉子道 亦都對香港代表讚不絕口 今年看到香港過來的這些隊員 比前兩屆要 從身體上有很大的改變 以前來 原來這個速度比較零 但是也比較巧 但是這一次 今年來 就是身體比較高大 這個五號隊員 應該說條件很不錯 因為年齡也比較小 我相信他們是說 那麼好的一塊條件 現在也得通過自己的努力 一個是培養 一個是自己更加努力 所以我想像是發生成年齡 我們看到他有自信 即是很肯去溝通 去表現自己 還有事實上他很平均 各方面都表現得很好 其實大家平均在這個節 覺得他尤其是那個防身力 那個聯繫力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需要的球員 在香港足球的頂峰 贏得香港足球先生的榮園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 一如外界所料 結智是大贏家 最佳11人當中佔了六席 盧君儀、朱兆基、林家偉 還有佐迪、丹尼和列文 南華就有葉鴻輝和祖爾當選 公民也有法徒斯和中村右人入圍 天水為飛馬的李康廉也都在名單當中 盧君儀在11人裏面票數最高 成為香港足球先生 他說感激兩位啟蒙老師 李輝立和李展鵬 出道12年的君儀也都坦白說 沒想過這一刻可以第一次做到足球先生 其實我都沒有想過會這麼早拿的 我都想著會差不多 自己差不多都去休了 那次才希望會想到一些 現在拿了一題很開心 我都很開心可以加入一組 充滿信心 幫助我參加第二半的季節 而獲得所有的三個勝出 是一個大成功的 聽聞球圈裡每一隊球 都有很多的變化 反而我們基本上不變應萬變 下一季我們是比較穩定的 也是一個機會能夠我們繼續獲得好的成績 潔志捧走足總盃 贏得今季最後一個錦標 實現三冠王 堪稱今季經典之翼 同天水圍飛馬合演今季最後一戰 梁子誠上半場見宮 被卡里祖下半場一個入球抵消 雙方發定90分鐘踢成1比1 要加時分高下 卡里祖和墨基先後在現場戰上下半場 各入一球 黃三軍一度拉開3比1 不過盧君儀的入球 就令到冠軍戰留低伏線 兩隊還踢出辣味 金巴爾和陳曉明兩位教練都踢著了 潔志助教鄭紹聰也加入戰團 衝突最終結束 而兩隊都有球員備足 潔志有列斯奧 飛馬就有留念日 保時補足7分鐘 潔志靠職業生涯最後一次踢正式比賽的盧比道 攀成3比3 要進入互射12馬決高下 飛馬有李康廉射失 而潔志五輪都入了 包括盧君儀奠定勝利的一腳 潔志總分人8比6 完成三貫霸業 這很棒 因為我們贏了3比3 這年來 我相信Kichi Everdo 我非常開心 不是為了我 而是為了我 而是為了人 想不到盧比道 起碼有5比道 去上一場 去上一場 如果做球一定好看 去到加時那半個小時 嘩 突然風回路轉 我們自己都想不到這個 就是下雨了 再說 這場盧比道是最後一場 真的好感觸 剛才都忍不住 哭了一順 希望一個完美的結局 送他 這年是超級驚奇的 三個小時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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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雲變幻的2012年 香港足球要改變 人在變 球衣也在變 香港對新戰衣亮相 講究環保物料 和科學剪裁的同時 亦都打正勁秋奇號 宣揚香港fight 為香港打氣 紅白兩款球衣 亦都配有新的會輝 盾形圖案 變成半紅半白 象徵一國兩制 足球總會四隻大字 亦都變成HKFA 跟之前的那種很不同 和素身的那些衣服 設計很不同 我覺得如果穿這些衣服 和現在一級的球隊 我分別在球演 足組行政總裁麥國棟離任 但主席梁孔德強調 並沒有影響到日常運作 和鳳凰計劃的開展工程 而兩位香港代表隊前教練 郭嘉明和曾偉忠 亦都會出任技術顧問 去幫現任主帥摩利克 和技術總監歐慈芬 周邊裏面 我們已經有很多小組 每小組就是 大家都在做事 就算行政總裁 現在不在 但事件沒有停過 因為我們做事 不是一個總裁走開 事件停頓 我們現在做到 誰走開的事件 可以繼續運行 高尼路6月3號 踢完告別戰 就正式和香港說再見 在告別戰前夕先來一次預演 這位前香港足球先生 代表由香港體育記者組成的隊伍 踢了場表演賽 Chris說 回到巴西 仍然會從事足球工作 而他踢完本土聯賽之後 趁機會飛去北京遊覽長城 還說精戰沙場當年 未試過可以放下一切包袱 看這個中國明星 中國體操名將楊威和太太楊雲 到了香港 為她的個人珍藏館揭幕 楊威說 每一塊獎牌 她都珍而重之 06年丹麥世界錦標賽 和08年北京奧運會 所贏得的全能金牌 她都特別珍惜 楊威也把握機會指導 香港體操運動員 也向將會出戰倫敦奧運的 女將黃曉瑩 全授錦囊 我希望小瑩你能夠 一樣 在出發之前 不要受傷 不要感冒 到了人蹲之後 能夠一如既往的 把每一個細節做好 把每一個環節做好 你的吃 交通 你的睡覺 都要保存好你的體力 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到最終 把你最好的精神面貌 最好的經濟水平 在篩場上面 展現給大家 中國田徑隊前代表 1992年巴塞羅拿奧運會 1500米銅牌得主曲雲霞 到香港為田徑運動日 做頒獎嘉賓 為六位贏得冠軍 有得在奧運期間 參加倫敦之旅的小朋友加冕 曲雲霞1993年全運會 將女子1500米跑世界紀錄 改寫為三分五十秒四六 到現在都未有人打破 曲前輩 目前在大連東北財經大學 做體育老師 璀璨貴於平淡 她認為現今中國生活 物質好 身體素質和鬥心都有影響 估物論是哪一個原因 國家隊目前的中場跑水平 根本沒有得跟馬家軍年代比較 跟我們那時候比 肯定是要差一點 這個東西很難說是從 是因為哪一個方面 哪一個原因 多謝收看上海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拜拜 前面 如果或是與過樹 強躁 最近 vez遇到 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